都是你做的好事 我杀了你一个肩负 我杀了你 五毒头 你终于回来了 都怪我 都怪 你说吧 那日我带五大叔去捉奸 五大叔 五大来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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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是你做的好事 我杀了你一个肩负 我杀了你 结果五大叔 被西门庆踹上了重伤 那几日我非常担心她 可又不敢进去 便想借着窗户 看看情况 金莲儿啊 你做的这些勾当 实在让我心寒 咳咳咳 我死到无妨 也爱不到你什么事 可是你知道 我那兄弟娃儿的性格 他要知道这件事 肯定不会放过你 金莲儿 如果你真的可怜我 把我医好便是 我绝对不跟他说 奴家 听闻有一方药 可以治你 带奴家去赎来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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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大郎 该吃药了 谢谢娘子 儿后 我看到五大叔在喝完药之后 痛苦于生 怀孕争扎 西门前和王婆便闯了进来 他们三人将你哥哥给活活五死 你跟我去趟衙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